你面倒後面會不會有 我不知道耶 不知道 也許有可能 那是超厲害的 他為什麼住草 我不知道 然後無法密封趕走 然後再想辦法讓別的密封再進來 然後他就別裡面就好多草 很多草 好 這個其實是蠻有可能可以發展 欸 鳳姐 參加了 參加了 然後在裡面 最後我們再放一些土 放一些什麼草 然後他就變得很像一個小森菜 的樣子 OK 很好 這是一個好想法 可以試試看啦 但是 對啊 就是找到為什麼蜜蜂會煮草的原因 其實蜜蜂煮草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我曾經有一次 我那個人當兵 有一次我去 我說 我這個禮拜就要去 花蓮去那個海洋公園玩 去住兩天一夜 然後可是颱風回來 那時候剛好颱風發布 海上兩個颱風 雙海要進來 又從花蓮登陸 很危險 很危險 我就跟我朋友講 這個本來要去的啦 但是我已經取消了 因為颱風要進來 我朋友這樣 不會啊 颱風不會進來 氣氧包括颱風會進來 跟我講颱風不會進來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 他不會進來 他說你看齁 颱風 這一年的天氣好不好 可以有個冬天好不安 你看蜜蜂怎麼煮草 蜜蜂煮草的地方 如果是很隱密 很小心 就是不容易被風吹到的話 這一點會不會有颱風 如果蜜蜂是到處亂煮草的話 今年不會有颱風 對 今年不會有颱風 他說 那一年蜜蜂是到處亂煮草 就是你隨時可以看到樹 樹下面就是一個草 今年呢 然後下面都 今年我不知道 我看 亂煮草 有嗎 櫃子啊 櫃子是安全的 櫃子裡面是保護它 那一整排大概都是啊 哪一整排 那個欄杆 柱子旁邊就不都是 可是 是正在組還是去年組剩下的 正在組真的假的 哪裡啊 每個柱子左右那一個 真的假的 你說柱子嗎 鐵柱子還是石頭柱子 石柱子旁邊欄杆 下面都有 欄杆下面都看一下就知道了 真的假的 熱戶 走到這靈址 石柱子 翔衣 三馬 Aug 士柱子 tá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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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本上其实洗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你回去还要把课本看一遍 因为我的作业是点的 是一点一点的 整个课本的编排 它是一个比较有次序性的东西 好 那就冰川 一般的冰川怎么形成的 冰川 在低温 低温 它是爬雪山就碰到冰棒 你有去吗 没有遇到冰棒 我知道 冰川有点像是 冰川 还没完全变成固体的水 所以它有一个血 整个的水是有冰的成分 然后它就开始 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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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到底水还是冰 综合体 综合体 神医说综合体 就是冰 因为冰很难移动 冰很难移动 完全是冰 结冰 像这样 神佑勒 你觉得什么是冰 所以它会有水 有冰有血的成分 有冰有血的成分 所以低温的冰有血 会有区域很寒 那就先结冰成一块 然后就浮起来 然后浮起来 然后浮起来 再凝结 然后在江下的雨 也在上面再结冰 就这样 那泡人就冰川 就结冰 结很多 很多 所以就在海面上 海面上一块一块的 上面加了很多血 有月底就积起来 那之前呢 你说 很多 有的就是什么 上面在清雪 然后浮起来越大 就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然后就飞下来 那是雪崩 对不对 然后它滑了很多次 滑了很多次 好 我们基本上 山上的河流 我们可以理解吗 水下下来 水就开始汇集 汇集到凹处 汇集到凹处 汇集到凹处之后 水就流下来的 就流到山下了 是不是这样的 水是这样流的 冰川在哪 我下雪 可是硬是固体不会动 对不对 可是 越压越多 越压越多 它还是会动 就像字姐讲 越压越多它会越重 越重它就 可能有一天就突然就滑动 滑动它还是会 蓄积到凹处 它滑往哪边滑 往地的地方滑 所以滑到凹处的地方 就还是累积很多 越积越多 它本来是固体 本来不会动 可是越积越多 它可能有一天就突然滑一下 就滑一下 所以冰川是固体 但它在移动 它移动速度 有时候一年可能只有移动5公尺 一年才移动5公尺 就从这边走到那边 到一年的时间 可是冰川很危险 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移动 所以它这样子 所以有些人是在北极探险 探危险 是因为太多的冰川 你要从这边到那边去 中间这块陆地 你不知道是什么冰川 你如果踩上去了 正在旅行的时候 突然就啪 就移动了 移动的时候 突然就裂开 可能就凸起来 可能就崩裂 有些人不知道 尤其像整个地球转破的时候 冰川的移动速度有加剧 有变得比较快 所以你看海边 这是山 这是海边 你看冰川是这样 移动移动 突然就啪 就整个掉下去 新的冰就再流出来一点点 再隔了一个月 这一段冰就突出来太多了 又受不了 又啪又掉下去 所以你看北极圈 旁边有很多冰川 冰小的冰 浮冰有没有 浮岛 它是从冰川这样 啪掉下去 有一块浮岛就流出去了 那啪一块就流出去了 所以曾经有人说 缺淡水怎么办 他就去北极 弄一艘船 去北极 勾了一块大浮冰 大的浮冰 勾到他回家 他们回家去融化 慢慢 那因为他很大 所以融化得很慢 所以回到家里够用 他回到他们自己家里 说这是北极冰川的水 他再把这种矿泉水 做什么 那就可以拿去卖钱 然后又有人这样做 这花值得了吗 他如果 够贵 卖得够贵就值得了 他比如说一瓶水 人家一瓶矿泉水卖15块 一瓶矿泉水卖150块 对不对 不是有个 有一种矿泉水很贵的 他有点气泡 优佩蕾 还是什么的 舒达水 不是舒达水 他是有一瓶 有一种矿泉水很贵 一瓶 真的要一两百块 之后 他有点气泡 优佩蕾 忘记了 很贵的矿泉水 地下水型的原因 没有问题吧 我们刚刚讲过了 他就是水慢慢渗透到地底下 他进入到一个那个叫做 黏土层 上土是这样子 在山以下的土 我们接下来会讲到一些 土质岩石层的问题 他有一些盐麦 那水剩下 他如果剩到这边 他就蓄积在盐麦里面 他如果水剩到这边 他可能蓄在盐麦里面 他可能就这样一块一块盐麦 他如果在这边 可能他就流出去了 就流到盒里面去了 所以我们有一些盐麦 他是不透水的 所以水之间是没办法流通的 所以在挖雪碎的时候 他们也这样看看 肯定有段雪碎 不能挖 挖到一半就停止了 就挖下去 为什么 死灾味 一个是死灾味 但是为什么死灾味 挖雪碎 有 当然有 挖到雪碎有一段是这样子 挖到那边是挖到一个水漫 那水整天冒出的水 多得不得了 那水 他就挖到了 让它爆出来了 水就爆出来了 那水 大概没有 没有敢测 那时候测的时候没有测出来 但是水就冒出来 冒很多 所以大概有大概 像一年不能工作 因为水流出来 不能工作 所以他们也说 现在雪碎通了之后 实际上有可能造成做什么 造成我们雪碎里面 这是一个 因为水 在中国它有 在风水上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风水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雪碎里面 可能有一块 盐脈里面 常常非常鲜年的水 比如说 这个水绝对不是 这一两年下的水 这水可能是 几千万年前流下的水 那就流光了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风水可以破坏掉 有人这样说 但是 反正anyway 就是雪山山坛里面 有一块水不见了 又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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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怎样 因为你损失就损失 你也不知道 你没有得到就没有得到 你也不知道 我说那天 它累积很久了 所以流到又怎样 流到怎样 就是说 你真正可能造成因素 是我们现在不知道 它流的 第一个是 它可能 可以运含水资源 对山上的植物 动物可能有影响 可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它就不见了 那些水就不见了 好 我们现在知道水怎么来 水变成雨 没有问题吧 天上的水 天上的云 怎么形成的 没有问题吧 怎么形成的 凝结 凝结 什么凝结 水蒸气 水蒸气 我们地表上的水 只要任何地方有照到太雨 或是有温度 它就慢慢变成水蒸气 增尾 揺發 像我们刚刚在浴室 破湯一 SL 没有照到太雨 湾不揮發 快燈 飢造 就变水蒸气 就进到大气 裡面去 进到大气 水风飘 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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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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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PM2.5 近平的PM2.5有什麼意思 像5 微小的顆粒多小 微米 幾微米 2.5微米 第2.5微米的東西 小顆粒第2.5微米的東西 它就掉不下 我都掉不下是掉不到地面上去 我都掉不到地面 就算它只是瘋的問題 因為氣體在碰撞 氣體噴在碰撞 它想掉下去就被瘫起來 在碰溫中 跟著氣體撞來撞去 那我們就想辦法讓我們掉下來就好了 什麼辦法 原生喔 你有我們找一個能看那麼融合的東西 什麼東西 不知道 我這樣講 這個東西就好像說 我想打入NBA 怎麼辦 想辦法打入NBA就好 這沒有不具體啊 這東西在空氣中 現在就很難處理 目前來講 比較有效的處理不中和 比較有效的可能靜電 你這樣帶靜電 它就跟正部電路一向就吸進去了 這可能是比較有的方法 目前來講 所以為什麼現在空氣清淨機會要賣錢 是因為很多空氣機 它在裡面用靜電俗成 所以用那種微粒進到家裡面去 它這個抽空機 它就把室內的空氣抽進去那機器裡面 抽進去的過程 你給它靜電 這微粒就帶靜電了 帶來靜電過去一點 這邊就有另外一個靜電層 所以假設這邊帶的是負電 我這邊帶正電就黏上去了 黏上去黏上去黏上去 多了它買一個小微粒 連三個連四個 一直連就有壓力 壓住了 它就變成大顆粒 現在不是融合 它就被壓出來了 它壓了很大顆粒 之後你就可以把那個帶給它丟掉 它就圍在跑出來 所以家裡面有一個 空氣清淨機是有好處 是你可以把空氣的微粒消除掉 那我現在講這個PM2.5在場 是因為水蒸氣 上它的顆粒就比PM2.5還小 水蒸氣是比PM2.5還小 這水蒸氣飄到空洞去之後 它遇到很冷 它就變冰塊 這冰塊 這小冰塊比PM2.5也是小 所以它會掉下來 會不會掉下來 就不會掉下來 它會變冰晶 冰的結晶 在空洞飄來飄去 這是雨 我們看到雲就這樣 OK 好 好啦 那 雲掉下來了 雲不是雲掉下來了 雲上面的冰晶啊 它突然有變成水 聚集 聚集 碰在多熱它不是變水 碰在多熱它會變冰塊 還是變重 掉下來 冰塊 也不是空洞 掉下的時候 主要是因為 上面空洞是冷 現在空洞是熱的 它下來就開始融化了 它下來就開始融化 不見是摩擦的關係 它融化 是下來就開始融化 因為下面空洞是高的 它融化 融化 會變水就掉下來 那種 就是上升氣流很多的 是 我本來是水 水噴子一直上升 它一直結冰 結冰 所以在過程中 如果它可以凝結更多的冰塊 它變大顆粒 大顆粒到它 上升氣流撐不住 它掉下來的時候 這冰塊的溶解 來不及溶解 來不及溶解 就要地上就是變冰爆 對 我們叫冰爆 冰線 就掉到地上去 就是大冰塊 就你在水上看到的 就這樣下來 好 那通常這東西 很痛 你有沒有被打到 真的啊 很小啊 可以 他被打得不錯 好 所以冰變成 我們的水噴氣變成水 變成冰 變成雪 這樣掉下來 那這些水 到底對地表上有什麼影響 這水對地表有什麼影響 有什麼影響 當然有 非常好 什麼影響 加濕潤 濕潤 就有水 就有水 就有濕潤 加裡面的雜質 什麼雜質 什麼雜質 就是你帶兩個人上去 會帶一些奇怪的東西 然後下面就會 跟一些奇怪的東西 我覺得會有什麼奇怪的 為什麼上去都會帶一些奇怪的東西 帶什麼奇怪的東西 上去的時候會帶什麼奇怪的東西 上去的時候會帶什麼 上去的時候會帶什麼 我就不知道了 下來的時候會帶什麼奇怪的東西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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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氣體 會跟水塵器有關係嗎 它會凝結成 你看水塵器 我們現在通通水塵器 有很多是氧氣 很多是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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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還有水氣 溫度下降 凝結成冰塊的時候 凝結成固體的時候 水會凝結成固體 這麼多東西 我們剛剛講 有氧氣 有氧氣 有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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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只有水會凝結成固體 氧氣 氫氣 氫氣 二氧化碳 都沒有辦法凝結成固體 所以它這個冰 很簡單就是只有冰 它沒有別的東西 裡面 裡面 可能有什麼 可能有這些微粒 可能有這些微粒 它不是空水 可能有這些微粒 所以有汙染水 汙染水源 對 它掉下的話 就是當然會汙染 但是這個東西一直掉不出來 你要想 這個東西它會進到空洞 變成被冰包起來 它掉下來 事實上它本來就在這裡 也沒有特別的固然 它擺在這裡 所以像PM2.5 PM2.5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 是全球的問題 你看像大陸所產生的PM2.5 對台灣來講造成大概30%的影響 台灣30%的PM2.5才是來自大陸 你開車 騎摩車 它排除了廢氣 你開車 排除了廢氣 裡面之後有PM2.5嗎 那如果改善 要怎麼辦 改善 因為我看那個影片 它之後講出有一個問題 那有沒有講到什麼問題 那就是說 假設你是大工廠的話 譬如像他們現在可能有些工廠 是因為它508電廠 它稍微 燒煤 為什麼現在台灣最近有640湯区距離說 我們反對燒煤 因為在大陸 他們很多花鏈常常燒煤 燒煤 會造成PM2.5的影響 或是提煉石化原料 會造成PM2.5的影響 可是你說 好 那我們 怎麼去改善 就是在它的廢氣排放之前 它如果可以加上一些經驗收集 或加上一些過濾的設備 讓它可以偏有一點點比較跑出來 它一定會讓它比較不容易 對啊對啊 這樣跑出來 我對於說這沒有 完全進捷 完全沒有的 因為現在已經處於一種 已經太過多了 然後你一定 然後現在他們這些說法 就是說我們讓它變少 就是讓現在的產出變少 對 但是還是那麼多 而且時間還是越來越多 所以你認為要變成 隨著時間越來越少才做 那怎麼做到 我那時候就是 不是 我說你們想法 沒有想法 那你們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怎麼讓PM2.5的影響 下雨 下雨大家衝發掉一些 下雨就有幫助了 還有沒有變的 那個 把煤洗乾淨 把煤洗乾淨啊 它沒有辦法洗乾淨 就燒起來不會有 因為它燃燒 它是化學版影產生成渣渣 它就是那麼小 渣渣 它會吃渣渣 它就是燒不掉才跑出來 那這樣可能是 吃掉 一個吃掉的方式 就是剛剛講 它在旁邊做那個 靜電機層 它把那些 靜電機層 用靜電機層來收集多一點 收集料 那它有什麼方法 最直接的方法 燃燒 沒有啊 我知道了 用過濾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現在台灣六縣市 他們有做的方法 靜電機層 六縣市 台灣有現在 最近的新聞 最近有一個新聞 六縣市 他們反而 六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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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構成先屬的生命 他們反對在他們的陷阱 或市境裡面 譬如台東市 他們反對在台東市裡面 燃燒這些東西 他們反對在雲泥縣使用這些東西 沒有人用的對 對 對 就他們反對 火力花 六縣市 對 就沒有火力花 火力花 對 對 所以這些 這些縣市 他們這些 這樣都很自私嗎 很自私 什麼都很自私 這樣的話 就是把那個 蓋在其他縣市的意思 掉在其他縣市 沒有 他們反對他們縣市裡面 不可以有這種工廠 就沒有這種工廠 所以他們也不會去 忽然別人的縣市 怎麼會 他們縣市沒有這個工廠 那就是代表 那其他的工廠 應該是其他地方 欸 你這樣講是對的 就是說他們鼓勵 蓋在別的縣市 夠了 可是如果其他縣市也一起聯合 那就怎麼台灣 我們就一起聯合啊 16個縣市統一 不准蓋啊 不准用啊 不就好了嗎 那人民就爆了 為什麼爆了 我都沒電啊 沒電完 可是他們市場都沒有考慮到 這些考慮到是幹嘛 你們就不用管他啊 就跟核電廠 他們前任說 有一些那個環保環體 他們就開會說 我們為了 反對這個溫室氣體 我們反對溫室氣體 所以我們 舉例 反對 蓋核電廠 舉例反對核電廠 舉例使用 這樣對不對 這樣到底對不對 對 核電廠會不會產生溫室氣體 對 對啊 可是電廠會不會產生溫室氣體 他是火力化電廠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去得到這些人 不知道哪來的結論啊 他們已經沒讀過 會打球 有人打球 可能他們不在乎啊 因為大部分都不懂 他們都沒有讀出水 這跟渡氣體的感覺 大部分的人不懂 說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電廠來講的話 那個 到底溫室氣體怎麼出現 他們不知道 所以他們認為 核電廠就會成溫室氣體 所以核電廠廢廢得好 那不是這樣子啊 同樣的 DM2DM5怎麼來的 他們說 反正不管怎麼樣 那我們家不准油 不准生產 對 那他們都沒有想說 那我們乾脆來反對 我們 這個就是 我們第一個反對 就是說 我們從現在開始不准用電 這樣就可以了 對 應該是這樣子 如果他們說 我們全 政府立刻就會被轉 所有的市民 不准用電 這樣就可以被轉 對不對 那或者有人想 有人說 很簡單啊 PM2.5 我們七七車排放的 PM2.5也很多 從現在開始 全部改用電動車 好不好 為什麼 我想 應該說 你說什麼 製作的那個 製作過程 生產過程會產生更多的被料 這樣 可是我覺得 如果全部變成電動車 電動車的話 其實我會 會比較好嗎 我問你啊 我問你啊 你這樣只是把 產生電的那個 的那個 就是 然後假的都用火力發電好了 就是 把瓶根火力發電來生電 然後讓 有啊 所以會比較好啊 那現在 現在是用汽車 然後你每一台車都在燃燒油啊 然後讓 讓排放一些奇怪的東西 這樣 這樣應該比較好 所以用電動車 所以用電動車 應該比較好 陳昭,你說怎麼樣 那個 如果全國都改用電動車的話 它就只有把 原本有很多種排放那個啊 排放電動車電動的東西 然後現在就只有變成 只有機種而已 OK 因為機種嘛 變成電的 或是生產 原本的話 就是車子那些 本身都會進行排放 然後生產車子 都會 統一使用 要統一排放 統一排放 而且你在製造的過程中 就會比較 因為統一的 就少掉了很多 而且使用汽車機車排的 可以用腳車 OK 假設我們現在開放 每個人都使用汽車的話 那每個人都可能是個排放員 可是排放員 我們如果做一個 源頭管制的話 每個人都排放員 一定要管制啊 譬如這個程式裡面 假設有 一百萬輛車 你怎麼去管一百萬輛車 你每一台每一台 去檢查 你花很多時間 花很多人力 很多費用 可是我全部比方電動車 好處是 我只要管 碰那個 發電的地方 就好了 我只要想到 讓發電的地方 不會產生 皮靈或油的 微粒 我就可以 註絕掉 這個都市都有 但是呢 有好處 有問題是 你很難一次感 對 我們台灣發錢 那麼多台車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現在這種車到底效率好不好 譬如同樣的能源 假設我現在用 一公升的汽油 我可以跑 假設可以跑 10公里 那我的一公升的汽油 拿去發電 要把它發了電 之後給我電動車來跑 我可以跑到10公里 如果可以的話 那就說這能源的使用效率相當 對不對 最終都是10公里 我覺得 對 實際上是不太容易的 因為它每經過一個能源轉換 它就會下降一些能源 它經過兩次轉換 所以目前來講 全世界目前做電動車 做最好一家 特斯拉的公司 他們的車子 他們充完電之後 一般的電動車 目前它能跑100公里 電動汽車 我想汽車 它的電動汽車 可以跑400公里 就跟加油一樣 加了100公里 可以大概400公里 它電動車充飽電 他不用插電 它是換電池 因為插電充電要很久 我懂了 老闆加個油 電一插 三個小時後才可以取車 不是 他充電 他有什麼 你去加油 他就是叫我買電池 他是做電池交換 他不是都買電池 他電池不賣的 他電池不賣的 我跟你說 就是變你把你的電池給他 他把他的電池給你 對 是交換電池 他不賣電池 他是交換電池 就是去 車子他就把電池給抽出來 再換個充飽電的電池 就可以抽 然後你給他錢 他就是扣那個次數 對 像給錢一樣 那扣次數 類似你先登機好 我預約 我交換電池100次 那你就是 就可以交換100次 所以他就還蠻方便的 現在台灣有一個機車 產業也是一樣 他說他的車充飽電可以跑100公里 而且急速可以到90公里 到100公里之間 機車 機車 對 我剛剛講特斯拉公司電動車 極速 機車可以跑到200公里左右 對 很快 所以他跟一般的跑車面 怎麼樣 就是做得很漂亮 而且設得很好 而且很便 很貴 很貴嗎 很貴 現在目前的售價也是貴 因為現在這邊很少 不補片 所以當然是貴 不知道耶 不知道 不知道他是成品 還是聽說 不是有空氣 空氣 有啊 有啊 壓過空氣也有 有人做 現在是不補片 也很貴 因為加氣也是很麻煩 好 那水 我們看看水 到底怎麼去 水出了 水掉才會造成 對地球造什麼影響 如果剛剛講說 造成濕潤 它有什麼影響 進化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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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可以進化空氣 掉下來 可以進化空氣 好 回到剛剛前一講 水可以溶解 岩石土壤裡面的眼淚 對不對 事實上 調整講 水就可以把這些石頭 給沖刷的效果 會讓它變小 侵蝕的效果 所以假設我們現在做三 我不知道你們在海邊玩過沒有 我們就堆那個沙堡 有沒有 我們就堆沙堡 堆起一個沙堡 有沒有 那麼水一焦去 會怎麼樣 會凹下去 水會開始沖刷 對不對 這邊慢慢才去投一個水溝 有沒有 這邊可能就會蓄積成一個水 然後這邊水會流下來 就把土給掛掉 有沒有 看過 水在流動會把石頭給帶著 有沒有 會把沙子給帶著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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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水溝 我說什麼 我說我堆一個沙 我把水從上面倒下去會怎麼樣 會裂一半 一定會裂一半嗎 不見得裂一半嗎 它有些水頭 會蓄在這邊 然後水流下來 就把一些沙子給帶走 就變成像河流一樣 因為河流產生 就是這樣 而且這河流產生之後呢 旁邊就不會帶河流 這河流會越刮越深 越刮越深 越刮越深 它就只往那邊裂好了 對不對 所以水在我們地表上 它實際上有切割的效果 它會把山給切割成河流 有沒有 我們來玩 當然可以玩 現在嗎 可能 因為當然水太大 它也會保持 再講一遍 可能水太大 可能會再分出另外一個河流 當然水如果一下子夠大的話 有可能會再分出另外一個河流 有可能 但是你沿線這個河流 已經被光過來之後 大部分的水會從這邊走 對 除非你水大到 這邊來不及宣洩 才會說那種新的會再產生 有可能 對不對 但大部分只要是水沒有那麼大 水會從中間流下來 然後水是在這個時候 就有切割效果 所以我們看到像 你去南洋溪看那個水道 你看水道是 基本上是一個山 被切割出來的感覺 有看過嗎 我們看課本有沒有 像那個 課本的第一百五色葉 有沒有 像這個 你可以看到這個水 這個山啊 這個山裡面的河流 被 山被這個河流切割出來的 這照片裡面的山 河流的樣子 一百五色葉 一百五色葉不一樣 這樣 再往前一邊好了 應該是五四二節 五四二節 五四二節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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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可被切割過來 好 被切割 所以切割的過程當中 是讓它有景效果 水 第一個是把石頭裡面的東西 融解出來 所以水 石頭會慢慢變長 對不對 第二個是 水在流動的時候 它把這石頭上上滾下來 所以這石頭會在滾的過程當中怎麼樣 是不是已經碰到 對 對 我有個問題 假如 什麼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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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夠多了 走在天空 然後 就 就是 擋住了太陽 那我們就會進入冰河時期 對 哇 所以這樣 這樣的狀態 對我們來講會煎 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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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那個濃度之前 應該人都死光了 哦 因為它會造成人很多一些 呼吸道問題 喔 當然 可以過濾那個 哪有可能 那我們人都會被改良 等一下 那搞不好人就會自然和然 然後就進化 會淘汰 會很多 大概有百分之九成會被淘汰掉 我們之後等淘汰完後 人就會再開新的人類時間 會有新的 對 所以人類不會死光 生物 你看嘛 從我們地球開始 我很好奇 為什麼會死光 因為在那個當下沒有那麼多的食物 一直都沒有生 你說生物完全滅絕 這件事情是真的不容易發生 就像你想說 我們現在兜兜鳥 在歐洲的兜兜鳥 在18世紀的時候還有剩下的 現在呢 沒有了 完全滅絕 你知道我昨天看到的新聞 他說在非洲有一個國家 他們有出來一種叫白犀牛 一種白犀牛 那因為犀牛很珍貴嘛 因為像那個角很珍貴 因為很多人認為白犀牛的牛角可以拿來治病 那犀牛是不是好處的人 犀牛本來是不多啊 因為一般來講 那種比較大型的動物就會不多 牠是金屍草 食物金屍草 食物鏈動物 所以牠數量滿多 可是牠會被獵殺 所以在那個新聞裡面講 那個白犀牛 現在全世界只剩下那隻白犀牛 公的白犀牛 母都可能還有剩幾隻啊 但是公只剩這一隻 但是公的白犀牛已經47歲了 哇 然後像現在那個國家 旁邊派了二三十個軍人在保護牠 怕被死裂 怕被人家獵殺 只剩下圍一隻 牠會再繼續繁殖嗎 希望牠能夠再跟母親有繼續繁殖嗎 希望牠能夠再跟母親有繼續繁殖 反正現在不是有什麼體驗配對嗎 有這麼容易嗎 我不知道啊 沒有那麼容易啊 沒有那麼容易啊 這個東西就是 人類發展啊 就是豆豚鳥當初也是一樣 因為豆豚鳥多功能啊 牠的羽毛啊 牠的可以拿來當食物吃啊 就被羽毛當食物 不是 牠的羽毛很漂亮 牠的肉可以當食物 反正牠的蛋也很大龜也很漂亮 那時候就很多人從英國 因為他們發現這個地方有這些東西 他們從英國特別派人來這邊 在那邊抓 買 然後帶回去 做標本做什麼的 有奇異鳥耶 欸 奇異鳥 我想都有奶奶的奇異鳥 有吃飽嗎 對對對 不會飛的 然後牠就被抓光了 一直都沒有生 你說恐龍滅鐵這件事情 跟人類去羽毛當感情不一樣 那恐龍滅鐵那時候 據說那個隕石掉下來之後 造成了整個天空 照不到派人 地表照不到派人的情況 持續多久 三天 持續幾十年 幾十年也就是地表上 基本上 靠狀況的生活都活不下來 然後食物一活不下去 炒食性動物就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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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些食物都活不下來 食物連已經斷掉一大塊了 斷掉一大塊 靠食物活的生物就不見了 靠那些小型動物 躲著動物就不見了 對 你說 那這個恐龍一分兩類 炒食性跟肉食性 炒食性吃的植物都沒了 炒食性動物就死掉了 對 肉食性動物吃什麼 肉食性恐龍吃動物啊 你說吃那些剛死掉的 還可以吃一兩個月 一兩個月 這動物死了最快會發現什麼 麻煩的一堆細菌把這些動物吃光 腐肉就腐敗掉了 對不對 所以當這些肉也就腐敗光了 大型的同事 自相殘殺 有可能自相殘殺 自相殘殺可以殺多久 一年 一年之後就沒有肉了 完全沒有肉了 吃土 欸對啊 人會吃土 為什麼胖不會吃土 人吃土會活嗎 那人會吃草 會吃樹皮 對啊 我們吃雜質性動物 我們吃草會活 吃土 吃上那時候開始有些小的 烏乳類動物開始出現 可以吃土 他們 他們可以吃什麼 他們有些可以吃 像 你知道嗎 譬如像菇類的 像訓類的東西 訓類的生物 訓類的生物它不用靠 不用靠 它可以活下來 對 所以訓類的生物 出現之後 有些小型的 霧類動物 它可以吃訓類的生物 對不對 所以就開始會有另外一個 脂脈的生物 就存活下來了 等到這個埋 這個整個灰塵 不見了 慢慢的不見了 消散了 慢慢沉澱下來 那 地球為什麼太多有綠色之物 為什麼也有綠色之物 不是要死光了嗎 打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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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重新演化的 當然不是啊 當然不是啊 保住 蛤 種子嗎 種子嗎 種子可以留下來 有些植物的種子 它留在土裡面可以好幾年 甚至好幾十年 甚至可以上百年 虎貨 不是虎貨 它就是留下來 因為種子它沒有保護層 那保護層只要保存得好的話 它實際上不會壞掉 它公司不會壞掉 那等到環境濕度夠了 它就開始發音 它不舒服的 沒有啊 不舒服的 它會長得 話說 不是有人用同DNA 用什麼東西 我知道 沒有 那是電影 序洛基公園 序洛基公園 電影 不是在有人 沒有人 好像有啊 有那個 有說什麼 在隧道裡啊 歪歪歪 那是我說的啊 不是 不是 我是看 你有看資料的 對 歪歪歪歪 然後就一直 他就說有冬眠的孔 然後他就起來 動一動 然後就死掉了 這幾 大概兩三百年前 他們說那時候 兩三百年前 在法國吧 應該在法國 他們在挖水澡的時候 不是最近 兩三百年前 在那時候也沒有照片 也沒有照片 也沒有什麼記錄 就有個記載 但是沒有照片嘛 沒看到圖像 那應該會嚇死了嗎 就是很奇怪 動物 因為他沒看到弄動物 就是他們 就挖水水道 挖一挖就從那個水道 就掉進去生物 很大隻啊 看起來像是有翅膀的 然後會飛的樣子 但是他下雨已經不會飛 因為他沒有 就是很虛弱 他動一動 叫體身 然後就死掉了 那時候 也沒有特別保護 沒有特別保護 因為那時候 特寫沒有發達 沒有沒有 所以現在還有機會了 應該 不知道耶 你也許去挖山裡面 都或許有可能 他們都曾經挖過那個 冬年 大概六千年的青蛙 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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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分析啊 分析啊 附近的那個水質啊 石頭啊 通路啊 分析啊 大概十個年代留下來 嗯 剛說大概六千年前 都會搶 那也是挖出來 沒多久就死掉了 他活不下來 因為 本身的 蛤 細菌 不是細菌 因為是本身他的 退化 不是那個 呃 萎縮 對萎縮啊 他沒有什麼能量啊 他太久沒動啊 有辦法 他本身的能量又不夠 他就 不知道有辦法 你要先 先去看他是幾年前的啊 嗯 然後呢 再重塑一個環境給他 然後呢 再 不是啦 把他換身之前 先弄這些 然後呢 然後再給他 讓他 給他養分 要是 要他肌肉萎 然後沒有肌肉 讓他心臟動 然後他起來一下 就掛掉了 那你可以先幫他 做好準備 然後又換他 這件發現都是偶然 又不是說 你預定好 你會發現 是偶然發現啊 這樣 在那個口容 沒有保存下 有保存下 你現在也會知道 沒有 沒有被保存下 好 所以 所以這是 水的影響 那其實我們在講說 水的影響 有一個 一個是販運 一個是沖刷 那這邊講到一個是風化 什麼是風化 在我們地球表現 你常常講說 風化作用 風化作用 是一個很廣方的影詞 什麼叫風化作用 被風吹一吹 然後就是怎樣 好 這是一個直接從訓練上的解釋 那風化作用 指的是 只要反正是 凡事在地表 受到空氣 水 生物的環境因素的影響 會導致它變形 變化的 都叫風化作用 這是一個廣方的說法 反正你是受到空氣的影響 受到土的影響 水的影響 生物的影響 各種影響 導致這個環境的外貌改變 這個過程就叫風化作用 就是這樣 我們最常看到 比如像沙漠 那個沙丘 風吹吹這個沙蟲 從這邊移動到這邊 我們也可以說 這是風化作用 比如像在 在那個什麼 野球那邊 那個女王頭有沒有 海水這樣沖來沖去 沖來沖去 沖出一個女王頭的樣子 這個過程很像風化作用 那像豆腐夾有沒有 豆腐夾那個石頭 被切得像豆腐一樣 那海浪擋上來水流下去的時候 那因為在石頭形成的過程當中 它中間有一些鹽脈 是比較脆弱的鹽脈 中間那個大塊的 是比較硬的鹽脈 所以水沖刷的時候 硬的沖刷不掉 軟的就被沖走 所以慢慢就出現那個 豆腐的切 那豆腐夾 那豆腐夾 所以那是一種工化作用 工化作用 OK 好 那 那豆腐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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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啊 上禮拜想 第八頁寫完 接下來就是 第八頁就是 第科的作業 對啦 第八頁就是第科 對啦 第八頁就是第科 這邊的第八頁也是第科 所以 我之前用的 第六也是 第六也是 六七八就是第科 所以 應該是說 我雖然沒有講說 看第科 但是應該是做一個 就是第科 所以理論上應該會看到第科 如果你把作業想 就看到第科 好 那 那 這部分我其實也很困擾 就是說 我剛才提醒大家才會去預習 是我講的就預習嗎 覺得這個有補充 可是上禮拜說 最要寫到第八頁 那你們有看到第八頁嗎 還是一定要PO出來才會看到 我上個講就不會聽到 可能找到這裡已經寫完 蛤 已經寫完 已經寫完 所以你有看完 OK 很好 對 所以這部分 呃 因為第一個東西 它其實根本上說明已經 嚴格來講說明還蠻清楚的 所以我現在其實在說 只是把它再 描述一遍 重新說一遍 可是 你看過的同學 其實這部分 我是覺得很困擾 就是說 怎麼樣去教學 因為其實在班上 每個人的程度是不一樣 或者有些人準備得好 也現在沒有準備好 也許不是程度 我已經看過跟沒看過 就是有差別 那上課只能去走 才會讓大家都 已經看過的人 我重新再講 他已經懂了 他就覺得無聊 對不對 沒看過的人 可能你像突然講 他覺得很堪圖 他也聽不懂 就很慢 他就聽不下去 可是 同樣一個時間在跑 有些人 已經懂了 有些人還沒懂 那課程要怎麼進行 所以其實我們最近在講說 班人教育 班人教育很重要 很有用是這樣 就是說 理論上好的班人教育 我也是想說可以這樣 比如說我們 有些教材 或者有些教案 是網路上查得到的 或是課本上看得到的 然後同學應該是要先預期 那預期完之後 根據個人的進度 就像你讀英文一樣 你英文在讀書的時候 是不是老爸讓各位媒體 就看自己的進度 你看完有問題 跟老師討論 或者老爸可能就查了一下 你的作業 查一下你的進度 那這樣來做 那我知道其實在自然的理屈裡面來講 有時候很困難 就我上次也想說 你自然東西有時候 你的理解很困難 雖然有可能一句話 或是他可能解釋了一頁 用一頁去解釋他 或是老爸可能講半個小時 講了一個觀念 可是不懂就是不懂 那聽不懂就是不懂 為什麼是這樣 為什麼做錯的 所以當下沒有理解他 講太多遍 十遍二十遍 我就聽不懂 可是可能一個突然我就想通了 就這樣 所以自然科學神 你說光靠自學的時候很困難 就是因為那個沒有想通 就是沒有想通 所以他需要一點點 有時候需要一點的互動 那甚至有時候 可能要做實驗 我沒有現在想做一個實驗 可是有些同學已經準備好 可以做實驗 有些根本還沒有準備好 他沒辦法做實驗 那這實驗到底要不要進行 所以為什麼自然科學 我當務前文 用的方式是說 我們乘班上課 就是大家在考同的進度 可是通常是考同的進度的時候 假設你沒有準備好 你在這進度裡面跑 就很難收穫 蠻有收穫的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看過沒有聽過 你不知道在講什麼 你要當下收穫是很困難的 對 所以 所以預習很重要是 最好的預習方式 就是你不要管我要講什麼 所以你不要管我要上什麼 你應該說今天上到哪裡 你就應該習慣上了 把今天的東西做個複習 複習完之後就接著往下看 多看一張 多看兩張都好 那就都預行 對不對 你不用管我說 我講了沒有 永遠不要期待說 我今天跟你講到預行了 當然講很簡單 我可以每天寫說 請到預行 可是過去的今天就是效果沒有 就是沒有什麼效果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可以寫 但是我期望是說 你們應該是我今天上到哪裡 你的作業做到哪裡 那做完作業之後 就習慣上的在我旁邊再看一點 那你就要預習了 好不好 所以 所以我 我不期望說 你們今天說 因為你都沒在學業上PO 我感覺到在歸 把這責任歸對到有成長 因為我沒告訴你預習 所以你們不知道預習什麼 可是真的是 預習很簡單 就是你把今天上的內容 做為寫完 然後再往下來多做直接就好 是不是這樣 好 對不對 這應該不會很困難 OK 這應該不會很困難 好 好了 謝謝